Hello 大家好 我是星座专家一卡老师 今天呢 老师想跟大家分析一下呢 因为最近听到很多朋友说 好像都很羡慕常常有些人为什么特别就可以在职场上面呢 人气特别旺盛 或者是为什么有些人谈恋爱就是可以一个接着一个 好像永远都很多追求者呢 所以呢 老师听到大家的心声 今天就来做一集呢 就是要教四大星座的朋友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个性 运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我们个人的能量呢 让自己人缘桃花运势一飞从天哦 变成桃花公主跟桃花王子哦 所以今天这一集呢 要好好来比较一下哦 首先呢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火象星座 我们的牡羊狮子色手座的朋友 因为一向都是活力满满的这个火象星座嘛 那也是热情有活力朋友很多 可是呢 火象星座的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可能个性也是比较少耐心 然后坚持自己的想法 一些缺乏耐性 所以不知不觉之间 常常也会树立一些敌人 所以也变成说 小人会变得特别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是建议火象星座的朋友呢 需要让自己的脾气就是柔软一点 收敛一点 那也可以说 喷一些我觉得带有女性特质 比较温柔的喷雾 像是我们的玫瑰的喷雾啊 或者是我们的桃花香氛流金喷雾呢 它是可以提升人缘汇集人气 而且香味这个部分呢 它可以调整我们一个人的气场哦 可以让亲近的人呢 会感受到好像比较没有躁动 比较温柔 而且可以散发我们知性美 可以让火象星座招来更好的人缘跟人气桃花哦 那再来就是我们土象星座的朋友 那摩羯金喷处女的朋友 那土象星座的朋友大家也知道 就是一向会比较严肃保守一点啦 那土象星座会容易比较专心在自己的小世界 比较专注在自己的个人的成就啊 或者是职场上面的工作的能力的部分 所以其实蛮容易忽略到其他人的想法的 有的时候也是不知不觉 就会让一些人好像觉得 土象星座的人就是忽略他们 小人也会变得特别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避免被职场小人盯上呢 建议土象星座就是 我觉得是可以多穿一些 比如说我们粉色的 比较亮色系的衣服 或者是可以佩戴我们的粉水晶增进一下人缘 再加上我们可以点我们桃花奇缘灯来 帮忙许愿呢 首先先降低自己对别人的一些 我觉得戒备心啊 也会较有那种距离的感觉 那可以散发我们温和的这个吸引力呢 能增加我们的善缘 然后增加更好的运势哦 这是给土象星座的朋友一点的小建议 那再来就是我们水象星座啦 水象星座双鱼巨蝎天蝎的朋友呢 那水象星座就是水座的人嘛 所以像心思细腻 可是过度敏感啊 有时候也会让人会有一种好像距离感 其实水象星座的朋友呢 是很有女性魅力的一群哦 那通常也会很希望有一个好的爱情 找到一个理想伴侣 所以呢如果要提升自己个人的魅力呢 首先呢我觉得水象星座的人先让自己个性可以活泼开朗一点 不要一直都是好像过于保守或者是害羞含蓄 那可以开放一点学学活象星座的特质 那也可以多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跟想法 让别人可以多了解你一点 在身上呢建议佩戴一些 我觉得很散发女性温柔特质 像珍珠啊或粉水晶啊或是草莓晶 这些呢可以增加我们水象星座桃花浴室然后人缘 那我们水象星座呢也更能够顺畅的表达自己的内心 想法哦 那缘分一定会越来越顺越来越多跟越来越好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风向星座的朋友咯 风向星座就是风一样的人嘛 所以他们是天性爱好自由 口才好朋友有很多 可是呢缺点就是风向星座有一个特质 就是很让人难以掌握啦抓不住 那自己个性也很容易就是变来变去的情绪化会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我是建议风向星座可以在妆容上面 我们可以多一点的调整 比如说用一些大地色系的看起来比较低调有质感的 去让自己表达一下自己比较沉稳的那一面哦 那也可以呢用桃花香氛流金喷雾呢 我觉得喷在我们的磁场的环境里面身上啊或者是家里或房间都可以 那可以让自己的磁场呢也变得比较柔和一点 风向星座呢渐渐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些我觉得比较捉摩不定的那种气场呢稳定一点 那增加我们的人缘跟稳定性还有信任度哦 就是给风向星座的朋友一点小小的建议哦 那今天呢就是爱丽卡提供给我们四大星相的朋友一些小小的建议 更多的方法呢可以上我们Bobby的官网去做查询哦 那祝大家都可以变成人气王桃花王 然后改变磁场魅力无限哦 谢谢大家拜拜